中华南篮即将在2月22号要出展亚洲杯资格赛 但是中华队的集训状况不理想 只有六七个人参与训练 这让中华队队长刘真忍不住在社群网站上发文 他提到说规划球员没有到位 而且球员的保险也没有处理好等等的问题 如今篮球协会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有关刘真的发言 篮协表示说由于中华队集训期间 球员还要代表母队出赛 这是征召的时候各球团提出的要求 那规划球员跟保险的部分也在持续的协商当中 未来协会会跟教练团加强跟球员之间的沟通 免得造成误会 也不会抹杀大家的努力 Hello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